众所周知,老外的脑洞十分的巨大,每时每刻都有着新奇的想法,并且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其动手能力和敢想敢做的魄力,而我们也跟着老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奇东西。 这一次老外更是作死,将一千度铜球丢到冰柱上会发生什么? 首先老外准备了一块最大的冰块,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,老外还用打孔机在冰柱的中心点打了一个洞,这主要是为了不让铜水浪费, 然后老外将铜水加热到一千度,然后用铁钳将其夹出,直接倒进了冰块的中心点。 在两者接触的一瞬间,冰块的瞬间融化,中间的水就像沸桶一样四处飞溅,但是这么强大的铜水还是顶不住冰块的巨大。 铜水降降一段距离后,就在冰块的中间不动了,原本十分完美的冰柱在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空洞, 这次冰火的绿紧,最终以冰块获胜而结尾,最后老外将农村的同学起初已经过行了。 大家觉得这个成品算是一个艺术品吗? 欢迎在订阅最优优的留言。